作者 龙香子 图片来自网络 欢迎参与文伟延伸话题 据俄罗斯卫星网5月22日消息称 一架不明身份的无人机在夜晚时分 突然靠近俄筑叙利亚赫迈尼姆基地 该基地发现其飞行轨迹后 动用对空常规武器将其击毁 此次事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和设备损失 早在1月份就有13架无人机 试图攻击赫迈尼姆基地 结果都被击落 另外4月24日晚 有若干小型飞行器 飞抵赫迈尼姆基地 基地内的防空部队通过监测系统发现后 立即使用防空武器 将其全部摧毁 那么俄罗斯是怎么击落无人机的呢 一名俄罗斯军事专家表示 低小慢目标是当前公认的防空难题 多次针对俄罗斯基地攻击的无人机 飞得低 航速慢 雷达反射面积小 隐蔽功能比较好 很难在远距离被雷达发现 在反击小型无人机时 传统防空武器起不到什么作用 所以反无人机网络电磁武器系统才是最佳武器 目前俄罗斯部队装备了两种反无人机系统 一种是固定式反无人机系统 代表装备是数组21军用反无人机系统 它由近百座60米高的电子干扰发射塔 按照10到25米间距的这列部署 形成了分布式电子干扰云 能够有效屏蔽150千米 乘以150千米的范围 实施要地保护 考虑到叙利亚州边局势 就没有兴建电子干扰发射塔 另一种则是机动式反无人机系统 代表装备是克拉苏哈四分之二电子战系统 该系统主要压制千米外的大型空中目标和低轨卫星 考虑到效费比和反应速度 不适合打击小型无人机 从这次远距离发现无人机和战果看 住续俄军应该使用了网电武器 比如杀虫G1这种作战半径 在30千米的反无人机 或者铠甲S弹炮一体系统 对于无人机多次袭击俄罗斯住续利亚基地的事件 俄军之前早有怀疑 他们认为上述无人机运用了无线电定位 导航和头弹等方面的专业技术 为装成土法手工制造的产品 袭击俄军住续基地 其目的无非是阻碍叙利亚统一进程 破坏土耳其和俄罗斯 伊朗等关系 虽然俄罗斯并没有指名道姓 谁才是幕后黑手 但人们心知肚明 美军向恐怖分子提供了技术支持 否则这些亡命途根本无法掌握俄罗斯基地的准确参数 俄罗斯军方高官指出 在制定攻击基地计划时 需要熟悉掌握地形 这种周密行动在叙利亚除了美国情报部门能做到 恐怖分子显然无法完成 美国情报部门这是向俄罗斯传达自己的不甘和抗议 利用恐怖分子和无人机技术打造新版恐怖主义战争 这是俄罗斯无法容忍的 对于俄罗斯指控 美军回应称 暗示美军扮演袭击角色的说法毫无根据 完全不负责任 因为无人机可以在任何公开的市场轻易获得 不过美军并没有说明在哪个渠道可以获得无人机 无论怎样为了防止再次被偷袭 俄罗斯目前除了建立专门的反无人机系统外 正在组建反无人机特种部队 俄军副指挥谢尔盖梅利科夫此前表示 目前正在考虑在军队内部组建一支 针对无人机的特种作战小组 未来将联首国防部、联邦安全局和警卫局共同研究这个课题 对抗无人机的专用设备 或许会被部署在叙利亚等重要基地 延伸话题 习近俄基地的无人机是谁的 欢迎参与话题讨论 更多内容请点击右上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